杰淑琦 TV台裁判员贾淑琦 记录裁判员董春波 罗浩 运动员王妍 王小倩 下面比赛开始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王妍 后代看这些没钱 杰淑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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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着浅色上衣的 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黑龙江的球手王妍 对阵屏幕右侧着深色上衣的来自内蒙的球手王小倩 比赛采用17局9胜100分钟限时 双方温流冲球 你上了一个比较力量大的冲球 然后没有球近带 这边看看王小倩 这号球有机会可以带一点点的 14号的双方包边 这两位球员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王小倩是中八阶的七五三节 也是不老男神 王妍是84年出生 这个绰号叫做玉面阎罗 对 王小倩也有一个外号 不老男神 对呀 不老男神 你说七五三节 中间缓了一下 我差点以为你说出七五三节 对吧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咱们这个网友也非常调皮 是的 他们中八四大美女 是 四大美女是谁呢 点一点 您就套路我 那我说一个 您说一个 你就全说了就行了 别这事我不 我知道 王小倩 还有杨如 他谁 该您了 苏玲 还有刘颖 中十八球界四大美女 这个球友们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淘气 其实在咱们这个 中十八球的论坛上面 大家其实可以真的 在上面做一些多的互动 包括咱们的比赛 一些技术问题 比赛等等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讨论 如果说一个项目 都没有话题性了 失去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现在可能多数 大家都是在 被手机上的一些游戏 或者是一些手游 对吧 来填补自己的一些时间 牵扯了过多精力 我看这个 以前我们管这种论坛 叫BBS 现在叫论坛 论坛上的一些话题 好像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一些口水战 比如说玄幻的 神话的 对 吹嘘的 对吧 这种话题比较多了 失去了一些意义 凝大物行 不然就上去 从四号球里面上去过来 然后再打黑拔左下角就可以 不一定非要从二号球下方走 这人就是这样 对吧 带地杆从上面走 很宽松地打左下方抵带 非要去K加级二号 那这个人习惯 先生夺人 第一局 王小先生 比分 1比0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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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 王小倩开球 第二句 王小倩开球 这两位球手一对阵 就把我们忠实八球这情怀 就往前拉了 只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就画面感 对吧 可以就是想象到 零几年的时候这种画面 甚至于说 一零年左右 一零年之前 那个硝烟弥漫 群雄逐鹿的年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员 还算比较纯粹一些 是的 再往前一点就更纯粹了 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完全就是我要打比赛 要出场景 那个时候虽然可能 信息化并不像现在那么发达 但是那时候的比赛更纯粹 大家都没到 都是不忘初心地去 从事这项运动 关键是球员 对于台球的看法 非常简单 现在信息化的途径 越来越多 媒体越来越多 反而让很多人迷失在其中 角度稍稍有一些大 要不要K黑霸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需要K的话 需要拥有赛高杆 局面再一次简化 本身这种球的风格 也是王源的球风 他是喜欢用一些 非常细腻的干法 包括自己的一些线路 然后把难度的局面打开 变成简单局面 关键就是整盘球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准度 来支撑他来完成 是 这场比赛 消了 关键球 看准度 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在旋达的地球 看准度 复杀了 确实每一次看到王延祭球 就让我这个冲霸的这个感觉 回到了马智禹啊 王鹏啊陈翔啊 那个孟芝队的时候 比了我独特一和他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2年左右 就珍惜吧 珍惜这些球员们 还在场上打球的时间跟比赛 太厚了 王妍这杆右下方抵带 5号球可以翻到屏幕右下方抵带 能翻进黑拔还能进攻 翻不进控制力量停带口 挡住对方的14跟10号球 王妍一直在看左边底带 其实这球你要翻到左边底带去 争取破坏对方的15号 9号 也是意义不大的 如果你挡住右边底带的话 后面对手进攻还是有一定难度 看王妍怎么来选 翻左边 期待了吧 自由球 这张市长啊 这个看了那么多球员的比赛啊 我就觉得这王小倩这马甲 后面的颜色 我最喜欢 是吧 你做一件吗 情有独钟 对吧 问问点 他这是在哪儿做的 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呀 可能偏 深色的 或者靠黑 靠藏青藏蓝这个系 我喜欢红色 红色蛮好的 红色蛮好的 我喜欢红色蛮好的 就证明你还能长球 你还年轻 还能长个儿吗 你还很直流 得质愣起来 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就是十跟十四的衔接 先把十四打掉 有机会一定要先打 感谢观看 准备简化了 放到这儿的话 打十 左边的十五号球向上 叫八号球右边中袋 可以留成一个从上往下探裤 高杆 杆法如果放高一点的话 可以带点反赛 第二局 王小倩双 一分二比零 打 equ 感谢观看 第三局 王阳开球 第三局 王小线开球 三局 王阳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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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么打的话 有一定风险 运气成分比较多了 有机会啊 调整一下左边边裤 这颗 哎呦 没太敢 没太敢打 就是力量没太敢放 两个球都碰到了 但是也都没有碰到什么效果 打活一颗 做防守 有把握的话 往右下方来放 这局面形成中盘缠斗了 右边中带上方 这五颗球啊 还得费一些周折 但相对占优势的 还是单色球 但相对占优势的还是单色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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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般画色球要处理的东西还很多 连翻带K好球 那这样的话组合球 看效果 不算特别好 11号 左下方的底带 看能不能再准度突破一下 这边大十四可能还是要翻带 好球 这两杆翻带确实 见功力 好球 好球 那稳妥搭法就是推弹 有一定角度 要是角度足够支持 有把握 直接定竿就好 角度有一些的话就推弹起来 搬好球反向的中带 这比较简单打法 第三局 王小倩盛 一分三比零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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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四局 王小倩开拳 这杆球大力炸进得非常多 洪荒之力 一顿进 其实这个有怎么说 首先我们前面提到一个画面感跟年代感 在球员身上其实也有体现 就是不陌生 对 不管你再有名 但是我们以前在北京 同样在北漂的时候 互相都有胜负 他不会说 像有一些年轻球员碰到王延 或者王小倩 他觉得这个老前辈 这个名气这么大 那么好 首先心里面会有点紧张 但是这二位碰到一起 就是没有这些 完全是看自己发挥跟表现 太熟了 太熟了 从第一盘开始 我看王小倩进攻 这个节奏上就是特别放松 而且速度很快 对 刚刚说完 是很快 白球掉带了 虽然是不老男神 但是灯光一照 这丝丝银发 确实抽动着我们的心 没办法 自然现象 确实 我第一次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我说我在二十五岁 二十四五岁 是吧 现在 那个时候是在哪里看 在电脑啊 电脑上 以前呢 拿电脑看 球员们都很神秘 然后我们一帮小迷弟 小迷妹 远一去追捧球员的时候 都得到现场 那个时候有距离感 现在呢 这个信息化产业好了之后啊 直播也好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过度地曝光了球员们的生活 这对于运动员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球员跟大众是差不多的 只是生活习惯 跟工作的环境上 跟别人是有点区别 但他们就毕竟是在一个领域里边 掌握着核心技术 跟高精尖技术的人 过多的暴露在美光灯下 跟视觉当中 并不算是好事 应该是这样的 再显示换个东西 小迷弟 我还记得 我不在买 我还记得 我先听不懂 我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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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我听不懂 还是小 看看底带 嘴巴方底带可以进攻 也可以打 其实在这个时间段 对于王小倩来说 王岩的状态这么不好 正好是他扩大比分优势的事 但是从这一盘里边 这两个能看到 王小倩稍稍有点乱 能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然后争取去拿分 王岩这个球员 还是实力比较强的 目前是准度上 没有保持得很稳定 但一旦找到了非常好的手感 白球细腻程度是不用考虑的 打四号球 可以再调一个二号球 左下方底带 白球向右边的角度 然后打二号 白球自然向左 看是不是有机会 给一打一K 把六号也带出来 刚好右边还有黄衣跟红三 刚好右边还有黄衣跟红三 来看看解球 10号右边下方底带 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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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杆是太多了 还是想做防守 做SNOWC 不过优赛用的太多了 全近只能再继续右上方底带拼 Fantastic 已经是到这个份上了 必须要打 好了 六号球贴过 这个白球 感觉上应该是可以直接看得到了 没有挡到 对 没挡住 王岩这个安球的话 也不能太轻 第四局 王岩瘦 一比三 一分钟 一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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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说 比如开球时机这边 是讲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则 首先也是我们组委会这边 考虑到避免你 采用这种偷击的这种方式 小鸟炸 对 因为中式八球的球里 它是球权的一个分享制 你打你的颜色 我打我的颜色 那么先后手 往往在一些比赛当中 是会决定胜负的 所以为了避免有人在规则当中偷击 采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我不打开 你打开 最后我来这个局面 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有求尽耐的之后 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啊 能不能够再研讨一下 就是我这时候 给我开进了之后 就不存在这么时机了 是吧 就咱们探讨啊 探讨 对 其实我们这项规则的话 如果单纯的从比赛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尽量的去创业大家 去大力炸球 然后呢 主动的去进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再从其他的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太球项目里面去看的话 比如美式啊 美式九球里面是有一个 三球过线这样的一个规则 但是它球少 就九颗球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中十八球里面 曾经用过三球过线 但是发现三球过线里面 还是有一个比如说 在一定力量的开球情况下 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进球 然后还有好的局面去完成青台 后面才又变成了一个 四球过线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规则 其实或者是这一项赛事 一直在成长 在完善 而且如果说进球了 就没有时机了的话 很容易让别人找到规律 对吧 这是探讨嘛 那么我如果进一个过线一颗呢 也有这个可能 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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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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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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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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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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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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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